安博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2年10月18日 立法会通过明年1.98亿预算 2023年财政年度立法会本身预算案的全体会议 简单易决案 昨日获立法会全体会议一般同事质性通过 明年立法会预算总金额1.98亿元 同上个财政年度相若 而整体预算金额就较2022年度减少26.5万元 减幅0.13% 其中人员开支方面增加199.89万元 主要涉及现有人员 晋升晋级和晋阶所产生的开支 而运作开支因拿到财货和劳务减少151.99万元 立法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梁安琪引介表示 2023年财政年度立法会本身 预算案总金额为1.98亿澳门元 立法会编制2023年财政年度预算时 将照第84斜线 2022号行政长官批示规定 预算金额不超过2022年 财政年度预算案通过的开支金额 同2022年财政年度立法会的最初预算金额比较 减少26.5万澳门元 即是减少0.13% 有关开支金额增减的项目情况 其中人员开支增加199.89万澳门元 主要原因是现有人员 晋升晋级和晋阶所产生的开支 运作开支减少151.99万澳门元 主要由于拿到财货和劳务减少所致 转移资助和辅助维持2022年度相应开支金额1万澳门元 其他经常开支 被用撥款维持在2022年度相应开支金额330万澳门元 设施和设备减少74.4万澳门元 主要原因是工程专案和资讯设备相应减少 人员超时工作以金钱补偿 会上议员梁孙玉 李梁汪关注立法会人员开支大幅减少 同人员加班补钱益或系补价个问题 立法会秘书长杨瑞如回应称 现时人员超时工作均以金钱补偿 除非特区政府或行政公职局有特别指引 至于2023年预算的人员超时工作开支 是根据现时2022年度人员超时工作的平均值计算 不用担心会出现2021年加班转位保时间的情况 若人员超时工作的开支超出预算 会做相应预算修改 他强调会从其他预算开支项目调度 不会影响预算案的总金额 至于立法会的设施 同设备开支减少 杨瑞如表示 今年度立法会已增添同更新很多电脑设备 同新设备 以及增添电子化设备 目前大部分完成 明年度仍会增添同更新设施同设备 但在预算方面相应作出调整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连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